前面白做了 老师要换个冰女 你知道我怎么办 那只能换那怎么办 师姐 我想问一下 就是那个极家衣床 做那个US之后 他已经基本考虑是炎症了 但是肿瘤还是带牌 这个时候的话 那个诊断我怎么写 炎症问好 然后肿瘤问好 也可以 也可以 好 你选后哪个病院了吗 我这个患者 我是从头跟到尾的 我跟他感情是最深的 我也选了一个感情最深的 基本病史完全了解的一个 记得服服帖帖的一个 我都做了一半了 做了一半了已经 可以了 我都这么有把握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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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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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现在换是吧 诶 可是我这皮皮皮都做到一半了 这怎么办 诶 诶 哦 为什么 临场突然要换东西 6点就要交了 天哪 只有两个小时了 对啊 那可能有点来不及 我已经在写了 我就想问一下 因为我把我的想法跟您说一下 我就想第一个呢 就是我管的这久的病人 第一个我对他确实现在是很了解的 就包括竖前 竖前还做过MDT 上回不是正好 周老师您跟我们聊了个作业 说胆总管下段狭窄的诊断嘛 然后我最后还加了一个思考上去 就是说通过这个病例 我觉得我自己学到的东西 所以我整体就是这样一个 做出来的一个流程 不愿意 对 有原因的 嗯 好呢 好行吧 那那那那那我看一下 嗯嗯嗯 好 谢谢啊 周老师 嗯 谢谢谢谢 哦 这不晓得考验啊 这样没办法了 你赶紧再做其他的选择调整 啊 嗯 那前面白做了 我老师要我换个冰女啊 你这样我怎么办 那只能换啊 那怎么办 嗯 从头又要来一遍 天呐 你就急死了感觉 选一个你们管过的病人 啊 最好是手术过的病人 尽量选一些叫 诊疗过程完整的这样子一个病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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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它换了 哦 换了 腿弯起来啊 我一天不过来 我有点不放心 如果做圆XX的话 我有点没想好 怎么讲会比较稍微好一点 六点钟要教我 我都怕我自己做不完 这一个太可怕了 临近了还剩两个小时 临时被换掉了 但是他目前的 这个处理的情况 大家觉得怎么样 海权老师觉得呢 我觉得他准备充分不充分 来不来得及我不知道 但是他表现出的心态 和状态真的还挺令我佩服的 就通常这种时候 这么重要的时候 一半的工作都快完成了 结果告诉你说 这个重新再来 都会觉得很烦躁 很焦虑 或者觉得不公平 为什么 甚至还还会要争论一下 就是人的抗压能力 看的是瞬间 面对变化的可能 还不光是说 大家有同样的压力的情况下 他这个压力 应该是到目前为止 所有人遇到的最大的 我觉得就是掌握自己的 这个情绪 或者叫做面对突发改变 尤其是浪费了自己的经历 还不是自己的责任的情况下 怎么才能够隐忍地 处理这个事情 我觉得韦航处理的是一个榜样 要是我的话 我一定会抱怨的 我觉得他已经崩溃了 我太知道那个心理了 你知道刚才那个 所有的一瞬间 是我在做文字记者的时候 交稿子的心理 就有过那种 今天告诉你一个 那个事情 明天要交稿子 压力就崩溃到 就经常会想着说 我现在是不是可以生产病呢 如果现在生产病多好 然后普通的病还不行 最好病到上送医院 我就可以不交稿 这是真的 而且你成年人 你哭 你知道哭是没有用的 没有用 成年人的世界 谁会相信眼泪呢 对 我对汪伟航还是 我觉得挺满意的 因为他有应变能力 真是粉头 所以汪伟航他平时 也是因为有积累 临到这个时候 你有准备 再加你的心理素质 他就能帮你度过一截 对 这是平时的积累 多用功总是有好处的 是不是汪翔 是不是汪翔 对 依老师又知道了 谁紧张 task 事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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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 niche 事務局